一打开门 驾驶座脚踏垫上全都是傻 更傻眼的其他使用者还曾遇过 才刚开门就看到呕吐没清 留有口罩或是喝一半的饮料 过去租借共享汽车 要是刚好遇到上一位使用车主比较没功德心 就会看见车内脏乱景象 要解决这样的酒精 现在有共享车业程 推出了新的服务 也就是在你使用车之前 可以预约清洁服务 确保你在上车之后呢 完全是看不到任何的垃圾 以及脏乱情形 其实共享汽车垃圾乱丢 或脏乱状况并非常态 实际预定车辆查看 驾驶座没有遗留的垃圾 方向盘也没有太多灰尘 在检查后座座椅 有些微屑屑残留 但没有大问题 只是用车前有专人清洁服务 相对安心 而方案中另一项服务 则是新增可还车停车场 也就是汽车路边租还 新增超过200个调度停车场 减少找不到还车点情形 但以岳父方案来说 每一起99元 十二期供1188元 但在这一年期间 预约清洁以及可还车停车场服务 加总起来只能用三次 要是超过就得一次加价300元 他妈妈划算 如果是长期在使用的话 这样怎样 这我觉得不好算 他妈妈我可以进座 划不划算 民众见解不同 业者也说 其实平常就有在做准备服务 业方民众增加可还车停车场 TVBS新闻 谢谢西张慧仙 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